好,我們來看這幾題 第一題,為什麼能夠成功把那個莊園出租呢? 我們來看 這一題其實我們上週已經討論一半了 就是講說兩個人相見的時候 大家雙方都很開心 首先兩邊的女主人就已經想要儘快達成諸約 所以心態上面就覺得兩邊的人都很有誠意 然後都很有禮貌,good manners 那聲勢的部分,上週也有提到 海將那邊脾氣,脾性這麼好 然後又心胸開放,充滿信任感 因此對於Sir Walter也有相當的影響 所以雙方男生女生都已經對彼此有好感了 因此 同意他的新房客 Times,條件,time,everything,and everybody was right 全部都同意了 所以看樣子這麼快達成協議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做好事先準備 人們可能有意見的Sir Walter 一開始就給他就是順了毛 然後撫平了 所以他就覺得OK很好 然後所以就很快就談成了 然後注意一下 那個時候everything還是兩個字 everybody還是兩個字 現在是一個字了 好,正要講的話 有些字還是有差啦 所以譬如說everyone跟everyone 一個字跟兩個字是有差別的 everyone就是大家 那如果分兩個字 everyone就是 後面通常還會接one of 什麼什麼 就是每一個人 每一隻貓什麼的 everyone of the people 的時候 everyone是兩個字 或是譬如說 maybe maybe 兩個字跟一個字意思也不一樣 一個字就是perhaps 也許 那兩個字的話是 助動詞加 be動詞 it may be possible 這一段裡面主要動詞是be這個字 所以你不能把兩個放在一起 因為maybe是副詞 如果你把兩個字結合在一起 這一段就沒有動詞了 然後最複雜的是something 不是something so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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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字沒有s 和sometime 兩個字 三個都不一樣 sometimes 加s一個字 就是有時候 sometimes 沒有s 是曾經的 現在英文比較常見的是 one time one加連結號 然後time 就是曾經的 現在你看到sometime 沒有加s 有時候會有人把它當作 時不時的 譬如說 在跟人交往的時候 說他是一個 on again off again boyfriend 就是有時候交往 然後有時候很脆 有時候交往 有時候很脆 這樣子 那兩個字 sometime 通常前面加一個 介系詞 for sometime 或是in sometime 意思就是有一段時間的 I haven't seen you in sometime 有一段時間沒見到你的 這是兩個字 不加s 對 所以你看到這種 這種字 拆開來 還是放在一起 有時候意思不一樣 但是這邊 everything and everybody 現在都是一個字 不會分開寫的 好 我們 下面還有一部分 所以我們稍微 再往下看一點 好 所以一切都談妥 看起來都非常好 然後都說好了 and mr shepherd's clerk 他的書記們 他的秘書們 were set to work without there having been a single preliminary difference 連一開頭的分歧都沒有 什麼就是變化都沒做 to modify of all that this indenture shoe is 好 這是當時的法律用語 indenture是欠的意思 現在意思是 就怎麼說 就是譬如說 你新入一個行業 然後你當學徒期間 你賺的錢 要交給你的師傅 然後等到學徒期滿 或是你 那個當初的學費付完了 你才能夠 就是自己掛牌子 立業 這概念是indenture 那這邊就沒有那麼複雜 意思就是欠啦 一方欠房租 另外一方欠房屋 這樣子才有租賃交易嘛 所以這邊indenture 甚至可以把它解釋為 合約 contract 好 那這個自由是什麼呢 跟你講 以前英式英文 show 呈現 show 以前是用意義來拼 你可能想說 怎麼show跟show 這兩個發音差這麼多 怎麼會 居然是同一個字的 那是因為我們學的是美式英文 如果你學的是英式英文 你就聽得出那個相似的地方啦 我要不要學音腔 This just goes to show you 那個音 show 剛好介於O跟E之間 所以以前英國人是用E來拼 那那個th就是我們 我們讀過很多文藝父親的文章 就知道這個就是s 第三人稱單書 所以這個用語就是 本合約明載 然後後面下文省略 所以整句話意思是說 他們意見沒有任何一丁點的分歧 完全不需要去修改 合約的任何一字一句 好 然後下一段 Sir Walter without hesitation declared the admiral to be the best looking sailor he had ever met with 所以一旦心情好了 跟人家談吐了 他對人家的觀點也變得很好 他說他這一生見過最好看的水手 如果你還記得上一週的話 Sir Walter完全看不起水手的外貌 所以對他來說 這是很高的恭維 And went so far as to say that 甚至說 If his own man might have had the arranging of his hair He should not be ashamed of being seen with him anywhere 他甚至還進一步說 如果能讓自己的人幫忙調整人家的頭髮 設計人家的頭髮 他就完全不會 因為跟這個人在外進出被看到而感到羞愧 所以即便在想人家的好處還是語帶保留 就是還是有一點無法接受 就是人家頭髮很土 那他就說 就是只有這一點而已 其他他都覺得這水手太棒了 這個should不是應該 這個should是wood的第一人稱 以前英文還有一個字叫shall S-H-A-L-L 相信你們看過 但是我還是打給你看 這個字 shall 你們知道shall跟will的差別嗎 好 是這樣的 shall 當第一人稱未來世 就是簡單的未來世 沒有其他的就是變化 那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就會用will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呢 如果你第一人稱用will的話 代表說你有這個強烈的意願跟意圖 那一樣 如果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用shall的話 也是你有就是 講人家有強烈的意願或意圖 這個最為人知的例子 應該就是魔戒 不是有一段是他們在地下嗎 然後就是不小心把一隻大的怪獸吵醒了 然後大家在逃跑 然後要過一個很細的石橋 然後大家跑過去了 然後甘道夫過到一半轉身 把人家擋住了 對不對 他說什麼 you shall not pass 他用第二人稱但是加shall 我不讓你過 然後就把橋摧毀了 那當然現在英文都會用will啦 沒有差 應該說還就是 以前是shall跟will 現在是will跟be going to 這兩個有差 現在be going to 比較是客觀的未來是 I'm going to get lunch 我要去吃飯了 如果你用will的話 反而是表達一個強烈意願 I will get lunch 你擋不了我 我就是要去吃飯 那考究為什麼有shall跟will的差別呢 就是有語言學家發現就是will 我們知道英文will 另外一個意思是意圖嘛 my will 我的意願 我的意圖 所以如果用第一人稱的話 才有那個意圖的概念 放到未來次去 那shall是 聽說以前是 就是上古英文 還是什麼古老語言 是一個命令動詞 所以演變下來 就是第二人稱第三人稱 才有那個意圖 放在未來次上面 對 所以這個shall不是應該 這個shall單純是一個未來 是would的意思 只是因為 這個雖然是he第三人稱 但是這個是從他的視角 來看 所以改用shall 就是should not be ashamed of being seen with him anywhere 不管跟他在哪裡 被看見共同出入 都不會覺得羞愧 好 所以這個是sir walter 對海漿的看法 反過來呢 and the admiral with sympathetic cordiality 帶著 充滿同情心的禮貌 這邊同情心不是那種像我們現在說 我很同情他 很可憐 這同情的意思 就真的就是感同身受的意思 所以可以說是有相應的禮節 observe to his wife as they drove back through the park 所以當他們 這個在駕車離開的時候 跟他太太說 observe 人們是觀察嘛 那這邊就是把觀察到的東西 講給人家 聽 說什麼呢 I thought we should soon come to a deal my dear 我就覺得應該很快就會談成 in spite of what they told us at Tanton 所以說可能在 在討論那個 那個應該是律師會館吧 聽到的消息 跟那個時候聽到的消息相反 雖然人家講sir walter壞話 但我總覺得應該很快就談成 為什麼呢 the baronet 就是sir walter will never set the thames on fire but there seems no harm in him 這句話也要反過來翻譯 他感覺相當無害 即使說 他也不會讓整個倫敦 都為他而風靡 所以to set something on fire 這邊不是點火 就是讓社交圈子 就是火紅起來 那tams太烏似河 這邊講的就是倫敦 所以兩邊對彼此的評價也都是 雖然是正面 但也都餘待保留 sir walter覺得這水手非常好 只擦了頭髮不好而已 然後呢 還這樣覺得說sir walter名氣很差 然後雖然在社交場合也不會大受歡迎 但至少是個無害的男爵 那所以作者也是給 就是這兩個評價相稱 這樣的評語 reciprocal complements reciprocal是互相的 complement是公為 which would have been esteemed about equal 你聽起來兩邊的公為話 價值差不多 esteem這邊是value動詞 評價為 差不多equal 差不多一樣 所以第一題 為什麼很快就談成呢 因為兩邊都想要談成 然後有sir walter又事先被拍了馬屁 心情很好 以至於談完之後離開的時候 他們還是帶著那個愉悅的心情 在想著彼此 第二題 這題由組別去選 選擇去討論 這兩個 應該十九二十歲的Musgrove 孩子 怎麼去描述他 然後怎麼說他很摩登呢 順便幫你們提醒一下 這兩個人跟Anne同輩 雖然比較年輕 但是是那個Musgrove 老爺爺太太 比較晚生的兩個孩子 所以其實就是跟所有其他成人 是同輩的 那二十八這邊 Mr. and Mrs. Musgrove were a very good sort of people 好人 friendly and hospitable 有善而好客 not much educated and not at all elegant 一點也不優雅 好 講到這邊 a good sort of people 現在美式英文有一個片語叫 good people 這個諺語的特徵是 你可以用在單數 譬如說he's good people 這個人是個好人 但是是複數的people 好 所以老一輩是這樣子 their children had more modern minds and manners 想法跟禮節比較摩登 there was a numerous family 家庭很大 but the only two grown up accepting Charles were Henrietta and Louisa 但只有他們那家人 只有三個人已經長大成人 就是Charles 還有Henrietta跟Louisa young ladies of 19 and 20 Henrietta 十九 Louisa 二十 who had brought from a school at Exeter all the usual stock of accomplishments 他們在Exeter 貴族學校就讀期間 得了就是一般貴族 都會拿到的一些成就 stock 是就是 囤貨 那一票 那一堆 所以十九二十 學校畢業回來了 and we're now like thousands of other young ladies living to be fashionable happy and merry 活著追求 时尚 幸福 快樂 mary是快樂 happy跟mary 幸福快樂的差別 應該知道好 幸福是長久的 快樂是瞬間的 所以心態上是這樣 their dress had every advantage 他們的穿著打扮 非常好看 their faces were rather pretty 這邊faces 有可能講的是 他們的化妝技術 their spirits extremely good 精神极佳 their manners unembarrassed and pleasant 礼節上的不尷尬 令人愉悦 they were of consequence at home 这个字之前講過 在家裡有份量 and favorites abroad 在外受人歡迎 and always contemplated them as some of the happiest creatures of her acquaintance and總覺得他 這兩個人是他認識的人當中 最快樂 最幸福的兩個人 creature這邊是人 不是動物 以前講creature都是講人 是上帝創造的人 所以就是人 好 所以如何去描述他們呢 年輕 受過教育 時尚 幸福快樂 穿著時髦 然後精神很好 然後在 在 禮節上面很直接 但是令人愉悦 然後在外又受人歡迎 就感覺就是很 很喜歡 就是 日子過得很有熱情 很享受 很快樂 這種 這兩個年輕女生 所以這邊講的摩登 可能是指什麼 有一組覺得可能就是跟老一輩的相稱 老一輩就是說什麼 友善 好客 沒有什麼教育 然後不是很優雅 那 Henrietta Louisa就剛好 是友善 然後應該也相當好客 但是後面什麼教育 優雅 他們就很有教育 然後也比較優雅 那也有一組覺得說 也許是跟 另外一邊的上一輩 做相稱 就是Sir Walter那邊 仔細看看這一段 對於 這兩個女生的描述 和 艾利特家族的描述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這兩個人不是很care 他們的社會地位 在外面就是社交 然後大家都喜歡他們 然後也 禮節上也不尷尬 很直接 坦率 但這一整段 唯一一個地方提到社會地位的是 在家裡有分量 所以 其實不是社會地位 是家庭地位 這個就跟 艾利特家族的觀念 就完全相反 如果我們說艾利特家庭 是因為貴族 所以他們概念比較封建 那這邊 紳士階級 非貴族的家庭 的年輕人概念 就比較摩登 好 第三題 對於孩子的認知 如何 然後跟我們現在想的是否一樣 這個上週有稍微提過一點點 就是什麼講說孩子 就是 Mrs. Clay 就是Elizabeth的朋友 這個先生死了 多了兩個小累贅 所以感覺好像把孩子當負擔 我們看三十頁 這是第二段 As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children 這個就是Mary跟Charles 管教孩子的方法 然後這邊也是 Charles說 I could manage them very well if not for Mary's interference 要不是Mary一直插入干涉 我其實很能夠管孩子的 然後反過來 Mary卻責備Charles說 Charles spoils the children So that I cannot get them into any order Charles總是把孩子寵壞 以至於很難讓他們 就是那個 管得好 有條理 然後如果再往下跳兩段 這個時候Mary在抱怨的是 她的那個婆婆管孩子的方式 I hate sending the children to the great house 就是老一輩住的那個大房子 Though their grandmama is always wanting to see them for she humors and indulges them to such a degree 她如此的寵人家 縱容人家 然後就是配合人家想幹嘛就幹嘛 and gives them so much trash and sweet things 吃一些垃圾跟甜點 that they are sure to come back sick and cross 情緒很差 cross是情緒差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所以她這邊講的是 就是一直縱容人家 為人家吃甜的回來 又生病 然後情緒又差 然后婆婆Mrs.Charles 她也是覺得說 in general they are so spoiled 一般來說 這幾個孩子真的是寵壞了 然後我們可以跳到最後三行 最後四行後面 you know 她在跟Anne講話 you know it is very bad to have children with one 你知道就是身邊帶著孩子 情況真的很差 that one is obliged to be checking every moment 帶著孩子就必須時時刻刻都要 就是看好人家 don't do this and don't do that 其實跟她講 不要做這個 不要做那個 or that one can only keep intolerable order by more cake than is good for them 或者說 要能夠把孩子 即使只是燒家管教 就是不要胡鬧 能夠就是乖乖的 唯一的方式就是 给他們太多蛋糕 more cake than is good for them 就是太多 所以想想看 就是這邊有三個扮演 就是照顧孩子的角色 Mary覺得另外兩個人 太讓他們寵了 Charles覺得Mary太讓孩子寵了 然後那個婆婆又覺得 就是Mary也是太寵孩子 所以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把孩子寵壞 寵壞了會幹嘛 她就失去了那個order 秩序 然後Mary說孩子吃太多甜點蛋糕 最後的下場也是 生病情緒差 這兩件事情的共同等也是 難以管教 生病就是惹麻煩 情緒差就是不聽話 所以從這邊來看 就像我有跟幾個組別 討論的結論是一樣的 從這邊來看感覺 這個社會對於孩子的 最主要看法就是要讓人家乖乖聽話 然後不要惹是生非 不要生病惹麻煩 其他就不管了 這好像跟我們現在對於孩子的態度不太一樣吧 有一組有提說 確實還是有一些家庭覺得說 就是只要健康長大 然後不要惹後就沒事 確實有 但現在也有很多家庭會覺得說 小孩子還要什麼把握機會去什麼 去玩那個什麼什麼運動啦 體育啦 樂器啦 才藝啦 然後不然就是上什麼禮節班啦 國際禮儀 國標舞幹嘛 亂七八糟有的沒的 就會覺得說孩子不只是 管好讓他長大就沒事 而是好像還要多給他一些什麼 或是甚至有人覺得說 要什麼從幼稚園開始學英文啦 之類的 什麼什麼國際競爭力 銀仔起泡田 這些口號 所以這個看法就跟當時就相差蠻多了 上周有提到嘛 這是差不多這個時期才開始有了一個新觀念 就是孩子不只是要忍耐他長大 變成有用的人而已 反而是孩子也可以帶給成人一些什麼 純真的精神啊 什麼什麼創意啊 好奇心啊 一些比較正向的影響 好 第四題 這一題也是今天蠻受歡迎的題目 恩 聽到Wentworth間接形容他的時候 覺得說這代表他對Wentworth的影響力已經不在了 那這一題是問說客觀而言 我們抽回來看 這樣的結論合理嗎 所以我們看四十一頁 這個是 那個Mary的孩子衰了 所以Anne在他們家幫忙照顧 然後Mary就跟著其他人去吃晚宴 然後在那邊遇到Wentworth 然後Wentworth在講他的船啊 回來的時候 Mary轉告發生的事情 然後中間有這一則消息 spontaneous information 突如其來的消息 不是Anne問出來的 是Mary主動講的 Captain Wentworth is not very gallant by you Anne though he was so attentive to me Wentworth 對你不是很有歧視精神的Anne 所以說他對我是呵護備制 柯柯 Henrietta asked him What he thought of you When they went away 快要離開的時候 Henrietta轉出問他 他覺得你現在怎麼樣 對你的看法怎麼樣 And he said You were so altered He should not have known you again 他說 你變化之大 以至於他差點沒把你認出來 這句話確實不是很有歧視精神的一句話 相當直接的一句話 所以Anne就覺得說 Wentworth是不是講他老啦 就是容貌不在啦 還是什麼 那其實我們就是單純就文字來看的話 他只是說變了 不知道如何變 也許變好啊 也許變成熟啊 也許變優雅啊 不知道 他只是說變了 但這邊重點在這裡 這一件事情 這一句話 特別到Mary會主動跟Anne講 所以這算是一個例外 這應該是Wentworth 對待其他女生都沒有這樣子 他只有提到Anne的時候 講話才突然這麼直接 光這一點我們其實應該就看得出來 Anne對他還是有影響力的 他還是有受到Anne的影響 才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 那問題回答完了 但是我要提到一個文法概念 如果你還記得就是開始讀這本之前 我介紹的時候有說 有時候引言的人稱會不大對 因為作者Jan Austin 等於是發明這個概念的人 所以他自己也還在摸索 Jan Austin是發明那種 視角會轉換的間接引用 所以這邊雖然有直接引用的符號 但是他的文法是間接引用 他說你如此變化 但如果是直接引用引文的話 應該是他說Anne如此變化 所以這個文法是間接引述 雖然標點符號是直接引述 第五題 關於海戰的觀點 跟現在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嗎 我們看4445 這一題有一組回答 所謂一組就是一個人 因為他的組員沒來 所以這邊就是在晚宴上 然後那個Wenter在講他的 就是新海軍的一些經歷 然後什麼船啊 做了什麼事啊 我們看中間這一大段 從這裡好了 這是第幾行 看起來像第十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八行 中間 I never had two days of foul weather all the time I was at sea in her foul就是不好的嘛 天氣差 所以 當這一艘船的船長期間 從來沒有連續兩天的壞天氣 所以就是運氣很好 and after taking private tears enough to be very entertaining 我下一個秋季 回城的路上 運氣非常好 to fall in with the very french frigate I wanted 能夠跟我正想要的那一艘 法國驅逐艦 開戰 fall in 這邊是開海戰 I brought her into Plymouth 最後把她拖回 Plymouth港口 這在英國的港口 所以從自己行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特徵 一 在海上不只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還有撕掠船 其實現在講就是海盜船 不屬於應該說 他掛了國家國旗 但是其實是freelance 他不是正邊軍 正規軍 所以就是中文翻成撕掠 意思就是如果他打敗仗了 就是國家不會管他 但是如果打勝仗的話 他就是給國家就是納貢之類的 所以叫privateer private 個人嘛 taking這邊就是打敗 但是你注意他用taking拿下 所以不只是把人家集成 他下面有講嘛 把那個法國驅逐艦 拖回去了 所以當時海戰不是要把人家集成 是要把人家拖回去 拖回去幹嘛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那我先講講那個 兩件事情 首先他遇到這麼多撕掠船 他覺得非常有趣 very entertaining 不是可怕 不是刺激 是有趣 這是一個冒險精神 所以他遇到法國敵人 他也覺得是運氣好 good luck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跟法國的驅逐艦 開戰叫fall in呢 fall in 現在意思就是入隊伍 就是排好隊伍 跟人家距離都喬好 當時海戰 那個都是木製的帆船 然後就是大炮 還是那種鐵球那種炮 所以就是能夠發射的距離 也不算遠 所以當時海戰開戰的方式 就是兩艘船 就是要排的兩個平行的 然後就是開始發射大炮 然後看誰能夠先把另外一艘 就是讓他無法繼續開戰 或是願意投降 甚至集成 但是集成不是理想結局 因為集成了就不能把人家拖回去 這個跟以前的那個毛槍戰爭是一樣的 就是譬如說美國革命戰爭的時候 他們用的槍也是要先倒入那個彈藥 然後再丟進去一顆小小人鐵球丟進去 然後再拿管管子把它塞進去 你們看過這種電影 他們那個時候的槍 他沒有那個螺紋 像我們現在萊福槍有螺紋 那個子彈就可以旋轉 就可以飛得比較遠 以前沒有螺紋 單純就像大炮一樣 鐵球丟出去而已 所以以前的那個子彈是飛不了太遠的 所以如果你看以前像18世紀 17世紀的那個槍戰 軍隊的槍戰他們並不是像現在的槍戰就是找個地方躲 然後盡量打到人家 他們也是排排戰 然後盡量就是變成那個一排一排的人 我方跟敵人就是盡量在喬位置 然後排好了 然後那個長官下命令才能開槍 原因是因為這些子彈飛不遠 如果你太早開槍 你打到人家不痛不癢 可是你如果太晚開槍 人家先射到你 你就死了 所以其實是在瞧那個距離跟那個時間點 而且因為就是每次沖塘都很慢嘛 要先到火藥 然後再丟鐵球 然後再把它塞進去 所以你一旦發射了一次 你就等於是站著以待斃 直到你就是花一分鐘弄完 你才能夠發射第二次 我講的這個是因為當時的海戰 也是類似這種概念 對 好那為什麼要把打敗的船隻拖回去呢 我們看四十五頁 第三段 他這個時候就開始講到他第二艘船 那個Wentward講話 Ah, those were pleasant days When I had the Laconia 當時時光真美好 How fast I made money in her 我掌管這一艘船 賺錢多快啊 所以海戰目標之一 賺錢 把人家拖回去幹嘛 賣掉 把人家學手就是 給個定個輸金 等人家把它輸回 強到什麼錢財 那為己有 然後船上的零件啊 火藥幹嘛 要嘛孝敬國家 要嘛就是自己賣掉 甚至賣給國家 也是賺錢 這個就跟我們現在 海戰觀念就差很多嘛 現在打仗 是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行為一種 所以打仗的目標 不是要把人家打敗 打仗的目標 是要讓人家屈服 而如果人家 不戰先敗的話 這樣最好 不戰先屈的話 這樣最好 所以軍隊包含海軍 只是國家力量的延伸而已 但當時不是啊 當時就是 海的船長啊 自己在戰場上 也有就是 得到一些個人利益 所以一開始 講說為什麼九年前 羅瑟夫人反對 安妮跟Wentworth結婚 就是因為Wentworth 她不是貴族 她沒有名聲 而且她沒有錢 當時Wentworth是講說 就是我馬上就要去 去出海啦 去打仗 馬上就有錢了 可是當時 安還是決定 先喊責 所以現在人家 就是有 那個海上戰爭經驗 然後也賺了一大票 錢財回來了 所以安心裡 才如此糾結 所以說人家發財 跟說人家在戰場上 得勝 這兩件事情 是同一件事 OK 所以這五個討論題目 有想提問了嗎 好 下禮拜會發 下一份講義 所以 下次上課前 請把這一份讀完 那我就帶你們看 第九章 四十九頁 Captain Wentworth 愛住多久 住多久 這事情讓安有一點煩惱 Being as thoroughly the object of the admiral's praternal kindness as of his wives 所以同時 所以同時又受到海將的 呃 款貸 然後他 就是海將的太太也 也相當就是 對他也很好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才能夠把這地方 當作自己的房子一樣 所以這邊object 是對象的意思 fraternal 所以直接翻譯的話 就是海將對他如兄弟般的親切 的程度 之徹底 就像是海將太太對他的親切的程度 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as as的句型 He had intended on first arriving to proceed very soon into Shropshire and visit the brother settled in that county 那本來來的時候 之前有提到 就是有另外一個 Wentworth 的兄弟 變成牧師 然後在附近 有一個 有一個教區的 就在Shropshire 這個地方 所以 我們 男主角Wentworth 剛到的時候 本來是想要直接去拜訪那個兄弟 but the attractions of Uppercross induced him to put this off 但是因為Uppercross那邊的人 就是Musgrove一家人 如此吸引他 attraction 導致 induced him 導致他把那個拜訪之行 延後 他決定 之後再去拜訪人家也行 這句話也是有點諷刺 因為這個時間 除了Musgrove一家人之外 Uppercross還住著一個 and 所以到底是講Musgrove一家人的好客呢 還是講說他其實多想見見 and這個人 兩個意思都可以 there was so much of friendliness and of flattery 就是 慘媚 恭維 and of everything most bewitching in his reception there 在那邊的款待 reception 動詞是 receive 接待 他的名詞就是 reception 那 bewitching 令人著迷的 他的字根 如你所見 是witch 以前覺得說女巫就是用什麼什麼咒語啊 或是什麼魔藥 什麼把人家弄得神魂顛倒 所以這邊就是令人著迷的 就是因為住在Uppercross的人 如此友善又會恭維 然後對 就是非常款待他 the old were so hospitable 老一輩很好客 the young so agreeable 年輕一輩的就是 很有善 agreeable意思就是 跟人相處愉快 agree嘛 同意嘛 這個人一直 一直同意你的看法 那不就相處愉快嗎 that he could not but resolve to remain where he was 他面對這情況 只好決定resolve 決定 留下來 留在原地 這邊原地 is the challenge and take all the charms and perfections of Edward's wife upon credit a little longer 而至於他的兄弟 Edward 想必Edward 就是結了婚之後 一定會 不是 想必Edward結了婚之後 就是禮貌上會覺得 他的太太非常好 說什麼 又 又迷人 然後 又有很多完美之處 但是因為 呃 我們的 Edward決定之後 再去拜訪他們 所以他 還沒有 親自見面 還沒有親自 體會 所以 這樣的看法 說人家太太多好多好 這看法 只能先用相信的 to take upon credit 就是不是付現金 是用欠的 欠錢的 譬如說你去酒吧喝酒 如果你常去的話 也許你可以叫 就是酒保先幫你寄帳 之後有錢再還帳 這個就是to take upon credit 先赖一下帳 再赖一會兒 所以意思就是晚一點 才會見到人家太太 看人家太太有多好多好 It was soon uppercross with him almost everyday 他之後就等人 很快的每天都去一趟 Uppercross With him 這個片語的意思是說 滿頭都想著 心裡都想著 中文就是 Uppercross 這個 Uppercross 那個 這樣的劇情 The Musgroves could hardly be more ready to invite than he to come 又是一個程度之比較 Musgrove 一家人 邀請的熱情 跟他 接受邀請的熱情 是一樣的 邀請的熱情 沒有勝過他 接受的熱情 Particularly in the morning 尤其早上 尤其早上 When he had no companion at home 因爲早晨 Kellinch沒人 爲什麽呢 For 是因爲 The Admiral and Mrs. Croft were generally out of doors together 他們兩個人 習慣早上一起出去 Interesting themselves Interesting themselves in their new possessions Their grass and their sheep 以新的擁有物 就是跟著房子一起來的東西 新的草 這邊就是講地皮 周遭的地皮 還有新的棉羊 來娛樂自己 取悅自己 Interest 人們的意思只是 對什麽有意思 對什麽有興趣 所以嚴格上來說 也不一定是娛樂 但想必他們就是 看這些東西一定很開心 所以我們姑且可以說是娛樂自己 And dawdling about in a way Not endurable to a third person 然後他們晃來晃去 或是我們可以說逗留 的那個方式 第三者會很難忍受 意思就是會覺得不耐煩 或是覺得就是 像那個第五顆輪子一樣 就是格格不入 就是他們兩個人 夫妻兩人的時光 要不然就是 Or就要不然就是 Driving out in a gig Gig是輕快的馬車 Lately added to their establishment 這馬車是最近才買的 Establishment這邊是房子的意思 他們所住的 所擁有的一切東西 所以為什麽 Wentworth每天跑去Uppercross 找人聊呢 就是因為海江跟太太 每天早上都出去 自己晃去了 所以他一個人在Kellenge 還不如來Uppercross找人 這個人當中包含Anne 好 今天到這邊 好 今天到這邊 我來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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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